小特已经连追四局 霍师傅还顶不顶得住 痴带脚 霍师傅现在心里慌得一批 4比1领先 被小特追平反超比分 Hello 大家好 是大雄 最新的2023年 北二郎公开赛的半决赛 小特对阵霍军师 还是有影响的 霍师傅现在心里慌得一批 4比1领先 被小特追平反超比分 上一局本有机会拿下 小特直接上手 留了一个K球的角度 全散 白球的位置还不错 左手中带有一颗 漂亮 空心 小特最近是后半层发力非常猛 这场比赛开局是0比3 1比4 霍师傅眼看就要进入决赛了 结果被小特及时的拽了回来 霍师傅看到这个局面心都凉了 两人刚刚在武汉公开赛 交手 当时霍师傅也是被小特 完整 20 20 左右开钩 夏特算是左手选手里面的右手 使用的最好的 也是使用的最频繁的 这个力度烧轻 角度留大了一点点 好球啊 粉球还有吗 好 挡住了 这个粉球的设计要求的很细腻啊 但是运气稍差点 篮球还能纠错 看准度需要一杆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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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空心打进 白球K一下红球 成功的交到右侧的中带 这位旅观众又在 看他的表情应该是小特的忠实粉丝 和大熊一样 调整回来了 这就是白球不到位 马上通过准度 现在小特的后层发力是真的猛 现在小特的后层发力是真的猛 即便落后再多 心里都不慌 赛大事件呢 也得指护一身行甲 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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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这根白球又没控好 需要快超分了 台面现在六颗 再来一红一彩 哇去漂亮是啦 这球这么来K 连续的神仙球 现在连键能力是真强 怎么都不断 怎么都能连回来 超分 决胜局一根拿下 没有给霍金斯再起来的机会 霍师傅很懊恼 为什么逆转的事常发生在我身上 以前是火箭 现在是小特 决赛的另一个半区 是小司机对战韦克林 咱们还期待着哥俩会是决赛 结果小司机到半决赛又拉了 对手韦克林是第一次进决赛 但是状态不熟 看看他能不能阻挡 小特 三连锢的步伐 这个比赛 小特成心三连 连续拿捏火箭 三连锢 如果这个比赛能投败 将拿下这个赛事 第四冠 和自己 单赛季 背靠背的三连锢 从时 他也将正式超越马术 拿到个人第26个排名赛冠军 下一个目标 就是戴维斯的总冠军数了 可柔 可刚 可文 可舞 这就是现在的小特 文武双拳 这是小特的第937竿破百 本赛季破百数 依旧遥遥领先 破百率 直奔十 决赛 决赛有的看了 又是一位新人 但是往往被太看好的比赛 会出现意外 连续进入三战决赛 现在已经进入了疲倦期 恭喜特勒摩普 再一次的挺进决赛 背靠背 三连锦决赛 让我们一起见证 记录的诞生 感谢观看